毫无疑问 再稀疏品尝的手机壳 也可以是个人时尚品味和情绪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用它来展示一些很颠的精神状态 还有人将它作为承载美好冤枉的容器 还有的人则把它当成记录生活重要人事物的小手杖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拥有多块手机壳已经不是新鲜事 有的潮人甚至会根据时下热点 重要的节日节点 心情以及穿的风格等等 来更换相应的手机壳 而看到了这一市场需求的设置品牌们 也是纷纷加入到了发布3C周边产品的行列 卖手机壳 卖耳机壳 卖手机包 卖手机指环扣 那一系列操作就不一而足 而且他们也是很敢定价 一个手机壳而已 印上品牌logo 价格就随随便便3000起步 那本期视频的主角就是当下手机壳界最著名的品牌之一 Castify 这个来自中国香港的手机壳品牌 经常注现在一大堆明星的对镜子拍里 而该品牌手机壳的平均价格大概在四五百块左右 那按正常逻辑来说 Castify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设置品牌 再说了 手机壳也不是一个有太多技术含量的产品 成本不会特别高 中国购物平台上的手机壳甚至可以做到九块九包用 所以啊 这个品牌卖这么贵 真的不是智商税吗 真的会有很多人去买吗 我们直接来看它近几年的业绩表现 根据创始人接受媒体采访所述 2021年 品牌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2亿美元 而到了2022年 品牌年销售额已经来到了3亿美元 也就是卖超过了21人民币 至于23财年 品牌业绩还没有公布 但业内分析师预测的结果均为保持良好增长 可见Castify的手机壳虽然价格高 但并非有价无事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度聊一下 手机壳里面的时尚代表 Castify 先生之下品牌创始人 吴培申来自香港 1981年生人 今年43岁 他长这样 不得不说香港人这个很会保养啊 他生于香港 但主要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 他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毕业之后 才回到香港工作 他曾在香港的NOW TV电视台做高管 而他创立Castify的时间是在他30岁的时候 2011年 我们可以来看看那几年世界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啊 2010年10月 社交软件Instagram发布 网友纷纷在上面分享照片 吴老师也不例外 此外2010年代是按键手机时代走向触摸屏时代的变革期 而当时魅力自射的乔布斯就推出了玻璃屏幕更大 价格更贵的苹果手机 这种大屏幕一个不小心摔着了消费者的心事真的会很痛的 所以手机保护套开始流行 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在2010年代当时的手机壳都特别单调 功能主义之上 鲜少估计到装饰性 于是呢 吴先生灵光一闪 受手机壳与Instagram的启发 他就推出了Castagram 用户可以把图片上传到Castagram的界面 在这里 用户可通过创建自定义拼贴化来定制手机壳 于是白天他就正常上班 晚上他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搞Castagram 这个定制手机壳的小副业 那我自己在研究这个品牌的发家使的时候呢 就会忍不住多次去提醒我自己 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事情在如今看来系数品尝 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个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 而去贬低这个idea诞生之初的含情量 很多时候一些微小的灵光一闪啊 它不一定多么具有革新性 但它也足以催生一个新的产业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是因为做手机壳这件事 的确在现在看来没啥太大的难度嘛 包括Castagram它推出没多久 别人就迅速借鉴了这个形式 在工作分配不断精细化的现在啊 做手机壳的确不难 可在2011年创意刚萌芽 产业配套还不完善的创业初期 去做这本生意的话 那还真的挺累的 我看了他接受Totler采访的那一篇报道 他就如此去回忆他的创业往事 我当时仍然有全职工作 所以下班之后 我和合伙人会一起写编码去做设计 然后还要处理发货 还要回复所有客户的各类服务邮件 我超累的 还是那句话啊 创业哪有不累的呢 我们说回来 当有越来越多人和你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咱是不是就得赶紧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的产品如何才能做出独特性呢 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在购买东西的时候 让我们的产品拥有优先选择权呢 而嗅到了商机的吴裴生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把Kistagram这个小作坊 改名为Kistify 并将其品牌化 做品牌比做产品要难 而且是难很多 我们很难说一件LV7000块的T恤 到底比优衣故99块的T恤好多少 毕竟它就是一件T恤啊 它并不需要太高的科技参与其中 我请问呢 这又不是高级定制 对不对 但没等我们想明白这个问题 现实里就已经有一堆人掏出了钱 为奢侈品的品牌溢价买单了 同理 既然有那么多人在卖手机壳 那如何将手机壳这个产品 打造成一个可以卖出溢价的品牌 就成为了吴裴生 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可以在网络上查到的一个创业故事就是 为了把Kistify的品牌力打出去 Besley当初在品轩阶段可谓是矫情脑质 举个例子 他当时写了100封邮件 这个意思就是 他为自己的品牌故事 准备了100种版本的讲述方式 然后他把这100个版本的故事 发给朋友们看 朋友们最终集体投票选出了 最能打动人心的那个版本 然后Besley吴裴生 再把最后的那个版本 发给了各大媒体 后面呢 美国著名科技网站Marshable 还真的就报道了Kistify 然后品牌服务器就崩掉了 因为冲进来下订单的人太多了 紧接着 Kistify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设置了一个比一般手机 可要稍高的价格定位 我预判下 可能会有人说 这个博主好狂啊 居然用的只是稍高这个词 我解释一下呢 Kistify他当时针对的是海外市场 他在中国内陆的手店 一直是到了2022年的8月才开的 手店在上海的K11 那说回来嘛 别人主攻海外市场 那别人工资就是比较高嘛 那所以这个手机壳 对照国外的收入水平来说 的确算不上特别贵 好啊 我作为中国内陆宝宝 真的有点要破防了 好 那为了证明 其这个稍高的价格的合理性 品牌做了五件事 第一 允许用户DIY 这个很好理解 不多展开 个性化定制 多收点费用 可以理解 第二 宣传产品的防摔特性 突出品牌技术 打开品牌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 品牌对手机壳 做了一系列防摔测试 防摔就是 该品牌最大的卖点之一 没有点过硬的技术 确实很难 自证高价的合理性 第三 宣传品牌的售后服务 突出产品品质 Castify它是这样的 手机壳卖出去的半年内 会提供质保服务 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换新 这在某种程度上 展示了品牌做生意的诚意嘛 那如果这个落到实处 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 这就有点相当于一次 可以买两个手机壳嘛 对不对 当然呢 至于换新的流程 是否麻烦 有使用过这个服务的 小伙伴也可以评论区 说说你们的真实的反馈 品牌做的第四点 就是响应环保 这是该品牌能收获 一大批海外用户的 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它会使用 创新的环保材料 来制作手机壳 同时品牌也发起了 旧手机壳回收计划 然后品牌会定期 和艺术家联动 将旧的手机壳进行再造 将其变成家具 手带 灯饰等环保艺术品 那关于Castify的 手机壳定价高 我们还不能忽视的 就是频繁的明星效应 和联动合作 我们很难数得清楚 到底有多少明星 分享过Castify的手机壳 就说我们隔壁的 汉国明星 他们真的别太爱 这个品牌了 像国民度特别高的 郑秀妍 Jessica BTS Espa 都和Castify出过联名 然后在欧美这一边 我在搜品牌资料的时候 发现 就连Olivia 都早在2021年的时候 就已经和Castify合作过了 下面我要说四个字 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 恭喜芽芽 上一期视频我们说 万物皆可Supreme 但我现在想说 万物皆可Castify 比如 它和联动天后星巴克的联名 就尚属意料之中 因为两个品牌 都很爱搞这种事 然后它和NBA官方的联名 我就会觉得 有点本领 至于它后面和YSL 和卢浮宫的联名 我想说Castify是懂 如何给自己抬咖的 它最新的和线刀小狗 和卢比 和乌萨奇的联名 那我就真的只能说 Castify的确很会 追互联网热点 然后呢 还有一系列和 飞瓶小女警啊 Dola A moon啊 Hello Kitty的联名 就怎么说呢 Castify是很会拿捏 我们一些来自童年的怀旧情绪 但是以上这一切 我都还算是理解的 这种无非就是 尽可能多联动 多招来客户嘛 这种招数 我们从小看到大 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 近期有点震撼我的 一个新的观察 我前段时间 不是去时装周出差嘛 然后我就看到了 Castify和上海时装周 主办方之一的雷虎 Labelhood 以及和中国真知艺术家丁罕青 他们开启了三方联动 这时候我才是真的觉得 Castify很有东西 因为在我看来啊 市面上大部分的联动 都是热门IP联手 去共享客源 去捞金 可这一波联动 明显不属于这一类 因为Labelhood和丁罕青 真的算是中国 时尚业内的从业者 才会比较熟悉的人事物 我相信很多非业内的 正在看视频的小伙伴 估计都不太知道这回事 而更恐怖的是 我以上举的明星联动案例 都还只是Castify 联动池子里面的冰山一角 懂得利用明星效应 舍得在联动层面砸钱 然后不断将品牌触角 甚至不同的消费人群当中 难怪这门生意会越走越大 然后把带在看完品牌 最表面的这五点成功经验之后 大家有没有觉得 总感觉还漏了点 什么很重要的洞察还没聊到 因为我自己在做笔记 做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这样认为的 感觉以上五点 都无法完全的解释 这个品牌的现象级成功 然后我在第二天 醒来准备改稿 在纠结要喝奶茶 还是喝咖啡的时候 毛色顿开 我觉得Castify能取得 现象级成功的秘诀在于 它是反直觉的 大家看 奶茶十几年前是什么价格 咱们都还有记忆的 不贵的 就大多都是十块钱以内 对不对 然后喜茶直接把定价 抬高到20元以上 然后喜茶赢来了什么呢 消费者大排队 大家再看 咖啡在我们的心目中 一般是什么价位呢 二三十块钱一杯 最著名的咖啡品牌 星巴克的部分单品 可以上到四十块 咖啡以前在大部分 中国人的心目中 是一款属于都市白领的 时尚单品 属于贵价饮料 然后瑞幸直接让你 领券九块九一杯 这种定价 就是不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的 然后瑞幸就爆火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聊Castify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 在大众的心目中 手机壳就是廉价的 素价工业产品 售价不应该太高 而且大众没有所谓的 手机壳品牌 这个概念 大部分手机壳 是完全去logo化的 结果现在突然 播出来一个反直觉的 高定价 且会印上品牌logo的Castify 那你是不是就会很好奇 其实什么手机壳 敢卖这么贵呢 我倒要看看呢 Castify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做整体低端的 手机壳市场里面 反直觉的那个高端品牌 正因为它是反直觉的 所以它才会这么瞩目 那现在我们来最后回答 高定价的Castify 为什么依然好卖 诚然在经济下行的当下 更多人在苦苦追求性价比 但也还总是有人 愿意为了情绪价值买单 那关于我所说的这个情绪价值的定义 我们可以思路可以发散一点 它可以是买到喜欢的明星的同款 它可以是Castify 刚好和自己喜欢的IP出了联名 甚至这个情绪价值 它还可以是品牌标签里面的 高端这两个字 我之前给品牌做marketing咨询的时候 我就聊到了凡博伦效应 我就觉得这个效应 用在这里也蛮合适的 它指的是消费者 对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 会因其标价较高 而不是较低而增加 它反映了人们进行 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一个商品很贵 但又怎样 Yes And 那我现在不还是拿下了吗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 先不说我做出这个购买行为的目的 是否是要向他人炫耀自身彩礼 我觉得光是靠自己 就能够把这个东西拿下的那种心理满足感 就已经足够叫人沉迷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成为购物狂 一有压力就要去购物 当然本频道不鼓励大家这么做 手机壳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科技 但Kistify确实解决了部分微妙的情绪需求 承认我上面所说 人类在做出购物行为的时候 会顾及到方方面面 同样的产品 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的情绪价值 也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我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 就有采访身边的几个小伙伴 有一个回答就让我蛮印象深刻的 他说 某购物平台上的手机壳 是很便宜 20块能买三个 但很多都是抄袭的 很多动漫IP手机壳 甚至都没有取得官方的授权 但商家才不管 因为销量特别好 可是在我看来 这个是对正版的不尊重 我自己就是学画画搞创作的 这点我真的忍不了 Kistify卖的是贵 但至少我是在自己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支持版权 那如此来看 他的情绪 他做出购物决策的出发点 是不是也蛮合理的 包括我做这个选题的时候 最开始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去看待这个品牌的 但我自己在和其他人交流后 学到了最宝贵的一点就是 我们无法用个人的价值评判体系 去否定他人需求的合理性 就跟我不懂为什么很多业务能力 不怎么样 长得也没有多经验的明星 他们居然有那么多死忠的粉丝 就我虽然是不理解的 但我也捍卫你表达的权利嘛 所以如果你觉得 Kistify是智商税 你不喜欢这个品牌 也欢迎你们大胆开卖 说出你的见解 同时呢 我也欢迎评论区 Kistify的用户去分享 你为品牌溢价付费的理由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这些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 想看到更多深度有趣的社长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 咱们下一期见